大家好, 來到另一集的共聚會, 又有我Kevin Ho 又繼續在克羅地亞和大家試酒吧, 趁我在這裡的時間 上一集我們做了一些波仙尼亞的白酒 全部來自同一隻葡萄Shilavka 我們也說了Shilavka 這間葡萄的特色 今集繼續試同一間酒莊的其他酒 全部都是紅酒 最大分別就是每一枝酒的葡萄都是不同的 大件事, 因為全部酒的葡萄都是本地葡萄 沒有國人葡萄的, 其實這間酒莊還有很多國人葡萄 但這條Tayvouta 這條圓全部都是本地的 所以都要有排解釋 如果大家有看之前波士尼亞酒的比例 不是講這間酒莊的, 但我去過物就講 stretched 你也可能有少許認識對葡萄 好,事不宜遲,試了酒再說 這瓶,現在我們第一瓶試的就是 Tayuta莊的Blatina,2016年 Blatina這瓶我之前試過的,都在節目裏面 它有特色就是一種沒有female organ的flower 這瓶當然是葡萄,所以一定要種在其他葡萄附近 有一個pollination 才可以結果 否則是不結果的,所以很難種 這瓶不單是Herzegovina 不單是哥斯尼亞才有的 黑羅人也有,但基本上沒有人種 就是因為結果的問題 它有一個很好的partner 就是我身邊的另一支這隻葡萄叫做Tunyak Tunyak多數會種在Blatina附近 可能一行Blatina 兩行Tunyak 然後另外兩行Blatina 兩行Tunyak 這樣去種,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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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種 這樣才可以令到Blatina的結果 為何是Tunyak 而不是其他葡萄呢 就是因為它選擇的葡萄在它附近 即是和Blatina附近播出 Pollination 播出,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Pollination Pollination 的葡萄要差不多時間開花 這件事是很難的 譬如你在附近 如果你種Cabernet de Son yong 不可以的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Cross-Pollination做不到 因為開花的時間不同 大家 那 黑羅地亞為何會這麼難種植 Pollination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黑羅地亞本身有很多葡萄 例如 一會兒我們會說 一會兒會有的 之前我黑羅地亞試走的時候都有的 一支叫Pollination Pollination 的葡萄 是黑羅地亞最多的 在Dalmation 地區 這隻葡萄 跟Pollination 完全開花的時間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幫到它 結果的 唯有 這一隻是最好的 一會兒我們先試 我們現在先試Pollination 好 這一支Pollination 2016年的Tayuta Plattina 就 Alco Level 13% 那我之前介紹過這間裝 這間裝是 波斯尼亞 Hershikovina 不知道什麼 它是大陸 大陸的譯名 好像是波克 隨便吧 這個整個國家裏面最大的一間酒莊 但是這條線 是它最上級的 所以這條線 數量沒有那麼多 但是其他的產量可以很大的 聞一聞 嘩 很明顯 有木桶 絕對有木桶的感覺 這瓶是13% 但是聞起來 都很明顯 有一個 酒莊的感覺 很明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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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嘩 嘩 worth 嘩 鬥 嘩 楊 是過了火的,以這瓶Blatina來說 但是它有幾突出到它那個 過性 比一般Blatina來得有過性 而它on the palate 那一下 有一點點甜度 就是這瓶酒 我們知道這瓶葡萄一定是比較像 去 harvest 所以我感覺到Alco Level 是幾高 雖然它說13.5% 但是當然 可能13.5% 最高就難一點 不過波斯尼亞酒的法例我就不知道 其實你on the palate 聞 除了有些木 有些香料 但其實它的果不是算很多 不是很果的感覺 它需要慢慢滲出來 慢慢滲出來有一點點 紅果、黑果中間的東西 我估計 它的木筒不是新木筒 它是用第二次、第三次木筒 所以我們感覺上 有些木 但是它的木又不是來得很 overwhelming Tenon Ashley 慢慢滲出來 其實感覺慢慢會比較 soft 不算很硬 但唯一真的有一點點 不足之處就是有一點苦澀 所以就 比分 這些酒 絕對不是很差的 他們都很想做到一些大酒的格局 但是有一點點兩頭不到案 我給B 我會買的 如果我個人看到這些酒 我會買來試 我會買的 我不會買的 因為 我始終覺得它有一點點平衡 也差了一點點 還有酒精度的感覺 也高了一點點 而價錢 其實這瓶不是便宜的 以波斯尼亞的生活水準 這瓶是一瓶天價的酒 來的當地 當地 我們試它的夥伴 Tenia 這瓶是來自另一個年份 是2018年 Tenia 這瓶葡萄 除了它作為Blatina 附近栽種的一個夥伴之外 幫它做colonation 但是 In itself Tenia 我認為 我試了波斯尼亞 這麼多的原生 紅葡萄 我覺得它是最有 最有potential 因為Tenia 要果有果 要身體有身體 它比Blatina 一個好處就是 個性比較明顯 沒有那麼中間 當然 Blatina的Elegance 會比較多 但它又不是Elegance Elegance 就像Pinot Noir 它就在中間 Blatina Tenia 反而會來得突出些 這瓶 拿了幾個獎 有在克羅比亞獎 有在賽爾維亞獎 2018年 Tenia 先倒出來 顏色是很明顯的 對比起Blatina 來說 Tenia的顏色是深很多的 之前 我也是試過這隻葡萄 來自另一間酒莊 但也是附近酒區 也是試過一兩枝 現在試這枝 Tenia Tenia 一聞下去 嘩 剛才Blatina 完全不同的感覺 真的 你會感覺到 大隻很多 穩固很多 嘩 有重量 有高重量 然後 感覺濃密很多 Algal level 14% 很明顯 就高一點 感覺也熟一點 然後 嘩 嘩 嘩 很暗 的 fruit 就來了 嘩 有些香料 嘩 有些香料 丁香 有些 肉桂 嘩 很強的感覺 還有這枝 你會感覺到 用桶是重很多 可能因為這隻葡萄 本身可以承受到 桶是比較多的 所以他用的桶 可能會用更新的桶 再加上桶裏面的 燒得 可能會強一點 可能M Plus Tosting 因為這枝葡萄本身可以承受多些東西 嘩 非常 complex的感覺 嗯 絕對是 這枝葡萄對我來說是 這一區的 明日之聲 應該是會跑出的 因為 完全是兩個世界的東西 雖然他們很想去推廣 Platina 因為當地這枝葡萄比較有特色 但對比起這枝葡萄 我覺得這枝葡萄 可塑性是高很多 嘩 因為它的感覺是 強勁 有力 得泥 很 complex 然後 在口臂裡面 給了兩三層的感覺 然後有酸度 又 它又不是高 我不可以說它高酸度 中上 剛剛 夠配搭 Tenon 比較是軟的 你會感覺到一下子 一下子 一下子 好像有很多Tenon 但是 慢慢 Tenon 其實是 Smooth 嘩 這枝葡萄不適手 這枝葡萄不適手 還有 一邊嘗 酸度 就出了一點 其實在口裏 你會感覺到 口裏 一邊 口水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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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口水出來 其實酸度是不低的 一邊嘗一邊覺得 酸度其實不低 而令到你更加想喝下去 不會因為身體太強 然後不夠酸度 令到你感覺到很滑 很吃口 的感覺 絕對不是 這個葡萄我絕對覺得 很棒 極度推薦 雖然這枝未必是 你說 我試過另一枝Tenon 做得比它更好的 當然 這枝我給分 我都會給個A- 我覺得 真是 這枝葡萄 怎樣做都很棒 愛不適手 我希望大家可以 找多些這枝葡萄 但真的很難 很難 很難在亞洲找到 波士尼亞 據我所知 這枝葡萄 現在有出口中國 而好像 據聞買得不錯 如果你國內 有聽眾 可以試一下 找一下這枝葡萄 但記得 要Tenna 比要Blatina 雖然Blatina 多數會強推 不如是一枝葡萄 好 再去下一枝 現在又有這兩枝 好 問題就來了 這兩枝呢 首先左邊一枝 就是Pla Batsmari Pla Batsmari 就是一件事 是克羅地亞的手本名曲 一枝高酸高Alcohol 高酸高Tenna 的毛孔 非常難搞 為甚麼難搞呢 因為高酸高Tenna 高酒精 三樣東西加起來 三高 亞洲人比較難接受 酒精 高 15 15.5 有些 Pla Batsmari 到16.5至17 為甚麼呢 因為Pla Batsmari 其實是兩枝葡萄 生出來的 一枝是Symphondel 另一枝是Doblicich Doblicich 是Local 哈羅地亞的葡萄 Symphondel 其實在Local 哈羅地亞 叫Trimidrak Trimidrak 或者叫Trimidrak Trimidrak Trimidrak 很難讀的名字 其實本身這個葡萄 原生是來自 黑羅地亞的 Castell 一個地區 Castell Castelleski Trimidrak Castelleski Castell 其實就是Split Hak羅地亞第二大城市 Split 隔離少少的 一個小地區 其實只有少量葡萄 生產很少 但是 話說 Castelleski 本身就是來自那個地區 後來就生了 這隻Pla Batsmari 這隻Pla Batsmari 在整個 Hak羅地亞 Doblicich 地區 的 popularity 是蓋過Castelleski 所以其實很難 頗為難 在Hak羅地亞 找到100% Split 後來Split 在美國出名之後 Hak羅地亞才做 多些 100% Variato 的 Castelleski 或者Trimidak 這隻Pla Batsmari 既然在Hak羅地亞 出名到這個級別 波斯尼亞走來挑戰 就真的有少少 有少少拜門龍虎的感覺 酒莊自己也知道 先知聲明 跟我說明 這樣 你不要跟Hak羅地亞 那些Pla Batsmari 比 人家首本名曲 唱到這樣出名 我們都是 我們叫做 因為歷史原因 有些在這裡 又不想拔掉它 那麼 照做吧 但波斯尼亞的Pla Batsmari 就因為波斯尼亞 在什麼地區呢 是一個 山區比較多的地方 波斯尼亞整個國家 全都是山 山多到離奇 其實這個酒莊 最主要的 所謂的泥土 一個踢瓜是什麼呢 石 沒有石春 石春加石春再加石春 全是碎石 沒有什麼資源 比較窮的國家 雖然原來據聞 在他的國家 找到全歐洲最大的石油reserve 但是 到現在都沒有人去掘 因為搞不定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談不定 所以現在是一個很窮的國家 這支Pla Batsmari LCO level是13.5%的 在Hak羅地亞 Pla Batsmari 你會種到很窮 很窮 很窮 即是 北到 全Hak羅地亞 Pla Batsmari 最窮的產區 叫Kirk Island 那些地方 就可能會得到13.5% 否則 真的很難 很難有機會喝低LCO 試一下 它 但是 帶著特意在 以 Vintage 來說 這支是最舊的 我這麼多一支 這支是2015年的Pla Batsmari 好 聞一下 嘩 好可愛 一聞下去 咦 有些少許的開發 第二期的開發 第二期的開發 即是開發 已經開發 2015年到現在正常 但當然 当然,如果你试了一支16.5的哈罗并,2015年,一倒出来都很新的 未必有第二年,因为店舖太硬了 嗅上去,首先,那个木头有点濕的木头 不是 brand new barrel 的感觉 当然,但是是硬正的,那个木的味道是硬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家庄港渡民自己用的木桶是Slavonian Oak 如果你喝开意大利巴罗罗,巴巴勒斯库就知道 Slavonia 其实是来自克罗地亚地区,克罗地亚内陆的地方 我之前和我们共聚会也做了几集,有一两支说到Slavonia 的地方 Slavonian Oak 有什么呢? 就是会令到这些酒的Tenon更强 因为Slavonian Oak是硬正的 如果你在克罗地亚地区,每个外面都不敢跟你说 他会用法国木桶,French Oak 或者用American Oak,美国桶 都不会用Slavonian Oak自己本地的克罗地亚地区 为什么呢?因为Plavasmani 本身是一支很硬正 Tenon太多的木桶 你再加火上加油,再加多Tenon,弄得不够 硬的妈妈也不够,弄得不够 去到波斯尼亚,因为山区比较多 阳光可能相对克罗地亚比较少 你看到Alco Level 便知道了 没有那么硬 所以他用Slavonian Oak可能会更有意思 厚厚特意 酸度绝对比克罗地亚版高很多 因为克罗地亚版大多,16.5 然后,Plavasmani 有一件事 就是入口会甜甜的 因为像Symphondale 的感觉 Symphondale 的感觉 是入口底下有点甜甜的感觉 因为它高酒精 那个甜甜的感觉又有CLR Glycerol 就是金油的感觉 是那个萊子的甜 而不是残如糖分的甜 但这一支 因为酒精不是那么高 甜的感觉是没有那么厉害的 入口会更干净 对比克罗地亚版 Tenon 没有那么硬 当然,2015年 有几年被它油化一下 都可以的 酸度比克罗地亚更出色 始终它的区域是比较凉湾 但是这样 Plavasmani 在克罗地亚 就是因为它高酸高 Tenon 高 高 Body 什么都高 4高 3高 4高 5高 5高 什么都高 没有低 它是一个奇妙的平衡 所以它16.57% 也好 它都可以做到一支平衡的酒 但是这支酸 就有少少 跟Body 有少少少 没有那么平衡 但是 做酒方面 这支酸做得很好 没有问题的 只是 唯一的问题 就是那区 究竟适不适合这支葡萄 还是生长的 我会觉得 我还是喜欢 克罗地亚最上級的酒区 例如Postrup 或者Dingach 这些真是Plavasmani 的光区 地区做的Plavasmani 正如酒庄和我说 不要让大家当两件事 当两件事这样想 这些酒做得不差 如果我自己 我会觉得 我会比Body 我会比Body Body 当然 我会比Body 价格 我会比Body 这支叫做Tribus 不是 Tribus 不是葡萄 Tribus 就是 Bland 3 3 葡萄的Bland 它是Blatina Clin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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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Franets 三个葡萄的Bland 三个葡萄的Bland 我之前两个Blatina 和Clinach 都说过 Franets 我们其实这一个共职会 早前两集 说波斯尼亚酒 可能提过 克罗地亚酒 也可能提过 大国 好像我们之前有一集 黑山共和国的酒 就是Franets 如果你再找两集 说黑山共和国的酒 就可能 你再看 Franets Franets 其实就是 当这里的 Local 语言 就是熊马 熊马 这个葡萄 就是 功能的 又是高酒精 高酸 高氧 高氧 高氧的东西 但是没有Prasmarly 那么瘋 Prasmarly 是一个極端的 好 有三种葡萄的 2016年 33.33% 每一种 3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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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出来 真的 这区做Bland 其实是 比较少的 尤其是 克罗地亚 波斯尼亚 做Bland 都不是出名的 他们为了做Bland 而做Bland 不是一个Historical reason 去Bland 好 闻下去 哇 很International 感觉 团是很出的 很明显地 有些Cigar Box 有些皮革味 巧克力味 Tofi 你会觉得 你很迷惑 有些酒 是很迷惑 有些酒 你会猜到 有些酒 有些酒 你会猜到 有些酒 你会猜到 2016年 我已知道 但你要猜到 也会猜到 有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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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回顏色 它又不太紫, 看到已經開始有發展 我會說 Secondary 體積的發展多於 Pravas Mali 當然, Pravas Mali 因為硬硬圖圖 在它的唇膏上, 它是很硬朗的 它有足夠的香料, 有些什麼 是差了一件事, 果 它是有點不夠果的 口用多了一點 因為它給你太多的Tofi, 巧克力 可能我把Tofi比較重 放下去, 酸度很平衡 很明顯 身體的組織 有些少許 不是很足夠的 它的組織有些少許 一入口就太入口的感覺 沒有辦法從頭到尾 第二, 第三個筆 有些散 不是很差的酒, 但我覺得 好像是一入口來講 它的組織有少許 可以做得更好 那些三隻葡萄 不是很合作得很好 不是很和諧的感覺 它的後面的酸也來得 和前面的組織 和酒本身的身體 其實不太合作得很好 所以這支我真的不太合作 尤其是 酸的後面 後半部 還有 之後有少許 Tenet 有少許苦劫 有少許 有些雜亂的感覺 所以這些酒 我不會給到很高 我會給C C 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正如我所說 這個區 Singgo Verrado 絕對比Bland Bland 真的做得不太好 今集說了這麼多 波士尼亞的紅酒 希望有機會再和大家見面 我快要換地方了 到時再說吧 休息一會 拜拜 拜拜